今天我真的沒有看的話 我是不是白白被A了 講難聽一點 拿到電費單 嚇一大跳 比平時多出兩倍 要叫將近5000元 但明明平時就有在節電 邱先生說電表數字 應該更低才對 還敢用自動扣款嗎 我現在可能不敢 還有我們自己 電腦不會自動查到說 扣款錯誤會還給你 不可能的 疑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台電多超了465度電 一共多算了3849元 465度電到底是多少 以1180瓦的窗型冷氣舉例 要開600小時 等於是連吹25天 而且被算錯的不只有他 許先生住家隔壁洞的機車行 今年一二月也被多算 超過6000元電費 他們都是用自動扣款 要不是主動查帳單 多繳的錢恐怕要不回來 你多了三四百塊 人家不會覺得 幾乎20年沒有去看這個單子 我以前還把它全部把它撕掉 自動扣款也沒關係 但是單已經要看了 我們也有點疏忽啦 我們沒有在第一個時間 先去跟用戶做一個告知 台電強調他們自己有發現出錯 打算在下一期的加減收費用 這個項目統治住戶 當下沒有致電說明 其實台電在遇到突發狀況 當期賬單來不及多收 少收時 就會把金額累積到下一期賬單 細項就是記錄在加減收費用上 但為了省事只記錄 不主動告知真的會讓用戶不安心 據劉安亨 憲靈台報導